地表最强老爸 林恩尼迅自爆 有段时间看到非议美国人 就想痛下杀手 林恩尼迅坦言 曾有女性好友遭到性侵 知道犯人是非议男子之后 让他一度想随机杀人报仇 夸张言论曝光 立刻惹来网友炮红 根本是种族歧视 林恩尼迅并不是说 他想要杀他朋友的杀手 他想要杀哪个黑人 他可能会保持冷静 但还没有 我会杀他 没有杀这些人 戏里戏外亲友友难 都两肋插刀的林恩尼迅 在新片酷寒杀手中 再度化身罪狂老爸 帮儿子复仇 但是现实生活中 仇恨引发的种族歧视言论 恐怕害了电影票房 林恩尼迅火速出面澄清 然而多数人却不买单 更有专家直言 这恐怕是林恩尼迅 深到扎根的偏见 这也不是林恩尼迅第一次出包 过去他曾骂me too运动 是猎物行动 还说伸贤猪手 只是小朋友开开玩笑而已 如今又卷入种族歧视风波 地表最强老爸的价值观 已经被印尼打上问号 三地新闻 全新报道 好 谢谢大家